车门早在女人上车之后就被男人锁得死死的 他一下子闹成这样 男人的怒火蹭得就往上升腾着 当听到汉滑这两个字时 再一次从他的小嘴叫出来了 他再也忍不住地一把拉出了女人还在半空中挥舞着的小手臂 女人怒目地瞪向了邹浩 丝毫不畏惧地望向自己越来越深 也越来越危险的眼神 凶巴巴地质问他 你要做什么 你放开我 我讨厌死你了 我要去找汉滑 我不要跟你在一起 我 时间在这一瞬间里 仿佛被人施过魔法一样静止住了 程悄悄觉得 他根本就没有看清男人是怎么靠近自己的 可是已经很快很快地 被男人稳住了自己柔软的唇败 邹浩的唇败 不像他那么柔软香甜 甚至感觉男人的嘴唇都像是他的人一样 有些又冷又硬 还有些粗利的感觉 好像有的地方都干得起了皮 但是程悄悄觉得 这一记吻 这个滋味真是太美好了 即使被他强而霸道不讲章法地这样碾压着 他也感觉甜美极了 甜得觉得整个人从里到外都是酥酥麻麻的 而男人的身上好像有一股电流传过 他们俩就互相这么稳着 那股电流自然而然地传遍了两个人的全身 那种感觉刺激又舒爽 弄得两个人禁不住脚趾头都蜷缩起来 而邹浩也是在吻过女人之后才确信 实在是太爱一个人 见不得他在自己面前说起别的男人的半点好 所以他疯了一样的 想要一吻风险 真情流露 接吻这种事情 这儿八经的两个人都是头一回 当两个人的动作都声色的好几次 牙碰牙之后 程翘翘真是不忘记在心底 对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关于初恋的电影 狠狠地画个圈圈 诅咒了一个遍 骗子 真的都是骗子 哪有第一次接吻的时候 就我的那么深情 一点都不再怕的 我的小心脏 现在还扑通扑通 跳得好快 都超出了我承受能力放我之内了 好吧 同时 他也听到了男人的心跳声 也是如此的真相 是如此狂热 那么的让他心动 又那么的让他心满意足 天知道啊 他程翘翘在爱男人的这条路上 吃了到底多少苦 掉了多少眼泪 又说了多少委屈 幸福的时刻 真的不能回忆疼痛的过往 程翘翘忍了忍 还是没能忍住的 让眼泪落了下来 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他轻轻地抽气了一声 这一声抽气 算是将刚才吻得 密不可分的邹昊 彻底拉回了现实 别哭 翘翘 别哭 不哭 翘翘 刚才那一起深情浓厉地吻 不夸张地说 真是连邹号的天灵盖都被击中了 他也一下子像是被打痛了人多二脉 全身心都只有一个想法席卷着全身就是 这个女人一定只能是我的 这个小丫头 必须是我的 除了我以外 谁都不能拥有她 不管是多比我优秀 比我好的男人 都不可以 而如果她真的就像她表现出来的那样 爱上了左汉华 那我也绝对会把她抢回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